原标题白蛇 原起爱无需理由特别荣幸 受邀去看白蛇原起 而且已经迫不及待了准备 带上三五好友再去电影乱看 这不仅仅是支持国曼 而是追光这次满满的诚意 让我感受到了 2019最先的感动 来自于白蛇原起好的电影 是会让你不由自主的反复回味 将去一看再看的 古风国卖来的恰到好处 再过一周就该寒假的 这是值得去看的一部 静人心脾的作品 说到寒假 就回想起我们那时候的青春寒暑假 都在反复刷剧 其中一部就是新白娘子传奇 那时年少不懂回法术 又漂亮的白素贞 对这个胆小 若不禁风的书呆子许先是爱情 那时想到 就是白素真真图报载 报恩白蛇 原起却并没有强调 报恩他沿用了电视剧新白的歌曲 用曲目巧相连 却又不乏创新在传福的 哈哈哈哈 突然转调打造了 与画风吻合的主题曲 同时 把观众从新白的代入感中抽离出来 继续投入在白蛇元气中 茫茫人海中男女的爱情 从古至今被世人传送小白 与许轩纳检不断的爱之源 电影中渲染的 有些少没有过也小白 突然去吻许轩让我觉得有些快 如果非要再挑挑毛病 我要吐槽一下影片里那只肥狗 首先从画风上来说 这只狗有些不搭 我认为它过于时髦 甚至我会认为 它是不是就是一只鸡毛 其次我觉得这只狗 颠覆了我对狗的认识 狗是勇敢的忠诚的吧 影片中的狗确实充当了笑容和喜感 可我却觉得 突然接受不了 为啥不换别的动物 比如幼儿等等 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和我同感白蛇 元气唤起了那些迷茫不确定爱情 不敢去爱的人去爱吧 先要敢爱有着法力长相纯美的小白 戴上的许轩呀 许轩虽然是个穷小子 可是他为了小白放弃了自己的人生 用自己宝贵的人生去交换 去救心爱的人 这与我没车没房没颜值没高度 可我唯一有的 就是那片爱你的赤诚 爱你的真心 这不值得感动不爱 是无价的 是无条件的 是没有原因的 喜欢一个人需要理由吗 请我们都在问问自己 问问自己的真心 那么如果你此时此刻有了答案你的那个 他或他已经出现在了你的脑海里 那么请别来掩饰与试探大胆的去爱吧 去带着他 护他到影院里看长白蛇 原喜说不定你们的缘由词而习呢 祝福住院这么有爱的电影大卖 祝福住院天下的有情人 忠诚眷属侄之子之手 与子写老后继特别期待影片中的狐狸精 他绝对是个有故事的人 他的妩媚和小白的青春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是出了影院后 也会被记住的角色 总之就是期待追光出去的没看的玛丽巴 作者三名